这段时间,网友两次偶运陆寒和关晓彤一起,他们出现在高铁站以及在日本逛街。 8月10日,综艺节目《这就是对唱》发布了一条消息,说节目将迎来一位新的对唱发起人张少涵。 张少涵的唱不是有目共睹的,想必他参加了这个节目,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。 可同时,节目组也宣布说导师陆寒,因为个人原因将退出节目录制。 随后,有传节目导演在个人社交平台专同骂陆寒,批评他是个没有义得的一员,完全不顾节目组的几百个人前期的准备工作。 却为了陪女朋友去日班旅游,而缺席新一期的节目录制,害得节目组只好照张少涵来就场。 网友对于陆寒这次的行为表示不满意,说他为了女朋友连事业都不要,在怎么都应该完成工作之后,再陪女朋友出去旅游的。 消息一出,有很多粉丝出来说明,澄清陆寒去日本是为了工作,行程早就安排好了,关小彤只是陪伴男友。 这就是对唱新一期录制时间是本月13号,陆寒关小彤在日本逛街的日期是8月8日,两者完全没有时间上的冲突。 而且陆寒也只签约了前几期的节目,所以根本就不是突然退出节目录制。 陆寒粉丝指出,那位导演的朋友圈,不知道是否真实,毕竟这个截图可以伪造,他们也随手编造了一个陆寒朋友圈截图,证明陆寒的无辜。 陆寒粉丝纷纷呼吁大家不要相信网上传言,等待节目,组的负责人以及陆寒出面解释,而陆寒方面也发表声明,澄清世界。